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日子也不是什么搞的 这两个年轻人哪 在我脑子里老转悠 阿翔 你怎么看这两个年轻人 我 你看许文强和丁丽 日后谁会更得知啊 顺潮流者畅 逆潮流者亡 就看将来这个形势发展哪 他们俩谁更上路了 从大道理上讲啊 我更看好许文强 可是 一落到实处 办起事情来 丁丽更合我的心 我更喜欢她 小姐跟许文强可有点投缘哪 你看你这个老幼稚啊 封严长 我斗胆跟您说一句 没有外人 不要这么讲话 俗话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当父母的 用不着太干涉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 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 您不必干涉的太多 父母不用替他们操心 你一辈子没娶个媳妇 你怎么懂得女人心呢 旁观者清嘛 娶了媳妇的倒未必看得出来 阿臣啊 您好多年没这么叫我来 如果不是为了我 你一辈子也不会不娶媳妇啊 嗨 当初 谁都会出来为您躺内一道的 算了 不说这个事 一说就让我心中难受 你这辈子 不容易 降叔 落地 坐 轻来生意如何啊 托降叔跟冯先生的福 一切都还好 愿不愿意再经营一家戏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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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信愿都给你们了 你们爱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 当然你们说了算了 不过有一条啊 毒药出事 谢谢祥叔 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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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见 你小子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和你见 翻本了 哪儿来的 走 走 带你看看 八二十 八二十 十八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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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来 再摇 再摇 来来来来 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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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瞧 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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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轮盘堵 那儿是麻将区 那边是百家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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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二十一点 那边也是 那儿也是 里哥 来 祥哥 祥哥 利哥 两杯酒 好 把账果拿来 是 强哥 这是这两天账本 你看看 还是强哥提醒得好 这个再好的赌客 也不如赌场老板赚钱赚得多 把钱先拿来 给 低哥 强哥 这是这两天赌场的收入 一半是你的 以后这个赌场一半也是你的 阿丽 我认识你这么久了 西装都已经化了好几身了 做哥哥的也没什么孝敬阿妈的 这笔钱我不要 为什么 给你妈妈买套房子吧 让她住得舒服点 你吓死我了 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 妈 不找你出来啊 就是想问问你 你这两天在家里工作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呢 眼圈飞飞的 脸色方 不是口罩的 老师交代 那你怎么回事 究竟什么 我没这么好吊带的 根据我的经验 确定你是真的爱上了哪位白马王子了 对吧 告诉你没有 有就大胆承认嘛 作为心理性 就应该多跟你的白马王子接触嘛 有什么不好的 讨厌你能用正经点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安排一下 在这儿好看不好看 好看好看 一会儿啊 冯小姐要来看电影 站在门口都给我精神一点 见着冯小姐要笑容满面 听见没有啊 是 别一天到晚的拉了个脸 吓唬谁啊 还有啊 夕院里边 昨天晚上我看见了 满地都是挂字屏 你说一会儿冯小姐来看见了多不好 啊 还有 把削的这个果盘 一块大一块小 成什么样子 明天我削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该站哪儿站哪儿 这上河 是 是 阿娃 你去把冯小姐那个洞 再擦一遍 是 那边 嗨 汪小姐 冯小姐呢 晨晨啊 晨晨有事 怎么 我来还不行啊 行 汪小姐看电影也里边请 不看电影 找你有事 找我有事 那里边请 小王爷好 王爷好 你干嘛呀 从没见过你穿这么磨蹬过 今天这顿饭我是主角 当然得好好打扮打扮了 怎么样 好看吧 想听实话吗 有些别扭 看习惯就好了 抄小鸭 偶尔也会变成白天鹅的 对了 今天是我生日 你可别说漏嘴了 嗯 你不是六月生的吗 我骗丁丽说今天是我生日 为什么呀 为了你呀 我不但请丁丽吃饭 还让她一定要带徐文强来 怎么样 够意思吧 谁让你这么做的呀 别人指不定怎么想我呢 哎 好承承好承承 就算给我个面子吧 我下次不改了 嗯 诚哥 别吃了 别吃了别吃了 来来来来来 走 咱们出去吃去 去哪里来 汪雨晴王小姐过生日 请咱们过去吃饭 我跟她又不是很熟 等一下我还要去西院 别呀 强哥 人家女孩子过生日 咱们得过去 要不然得 她还不给人面子了 你别吃了 我给你拿洗手 咱们走啊 你就喜欢凑热呢 客气了 没准那谁 那个 你不是教我吗 对待女孩子要绅士 好 连丁丽都学会做绅士了 汪洋姐 看不来了 汪洋姐 生儿快乐 谢谢 许文强呢 全哥 谢谢 生儿快乐 谢谢 谢谢 来吧 我们可以点菜了 好 来 坐吧 好 你晚上还有事吗 今天西院放你芯片 汪洋姐你放心吧 我们都安排好了 我还是不放心 不好意思 我先走一步 你们先吃着 我也去 我去给你倒杯水 谢谢 你在这儿等我一声 我下去看一眼 我马上就上来 好 随便坐 好 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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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 那边有几个人 像是冲着西医院来的 要不要我带几个弟兄过去 我知道了 小姐 煮了一盐莲子汤 您喝一碗吧 可是老爷说 您最近脸色不好 特地吩咐煮的 端总 我不想喝 可是小姐 是 小姐 这是冯先生给您送的礼物 车在楼下等您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小鹏 冯先生好 冯先生 冯先生 文强来得正好 你做方小姐办的事情已经办了 那郑汉林马上就会放出来 谢谢冯先生 你们玩吧 冯先生 小叔慢走 冯小姐 我们西院上有新片你来看吗 冯小姐 昨天晚上很对不起 如果不介意的话 今晚可以上光 对不起 我没时间 九叔 九叔 来 韩礼 喝口热茶 韩礼 你跟冯敬瑶干 那不是以卵几石吗 就算是以卵几石 我也要跟他干到底 我不能让我爸冤死 好 韩礼 你知道吗 现在冯敬瑶天天逼着我们巡捕方 要对你严加成败 这个流氓恶霸 你放心 你父亲的事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谢谢您就说 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九叔 我真的能出去了 九叔还能骗你吗 来了 我应该是不太远了 不 mean 你只是说 这些年轻人 就是爱冲动 也没有了 我已经说了 幸亏我跑上跑下四处求人 不然你这条小命 早就没了 九叔 难道封锦瑶真的可以在上海滩 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吗 汉里 你还年轻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上海滩 我不信 今天一定是武惠山的皇后 那也是因为您送的这件衣服好看的 喜欢 麦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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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晓姐 下礼拜像我们上出的爱情片 特别好看 你来看好不好 好吧 走啊走啊 好你个鼎吏 你也太变心眼了吧 要不是我 晴晴能来看电影吗 那是 王胡姐也来 到时候我来安排 我请你们吃饭好不好 吃牛排 这还差不多 这顿我请 那这次你可不许说 你再有事了 方先生请 方先生实力果然很强 相信不久上海 都是你的天下 哪里哪里 这块地皮 本来我以为要很长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下来了 方先生手腕果然高明啊 我也是无力不弃草 你放心 我答应的事情绝不会失严 那我敬你一杯 那那那 方先生 我已经跟你喝过好多杯了 我希望跟这位美人喝上一杯 你能喝我的梦中情人干一杯 也算是你的一件美事 那我太荣幸了 方小姐 我也想享受 在梦中和你的美事 美人 让我倾听你的手 我们今天在梦中相会 方先生 这是在上海 还不是在巴黎 你这个法国式的这个瘟 把我方小姐吓坏了你 方小姐 我没把你吓倒吧 杜邦先生 你非常有魅力 我已经快被你迷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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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为我们日后的合作 赶一杯 谢谢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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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玲,你喝酒了 小子 找事是吧 知道自己怎么从巡幕房出来的吗 是强哥找方小姐 托冯先生帮忙 陈汉玲,坐下吧 大家一起聊聊 我让你出来 既然不方便 那就出去说吧 文强 方小姐 你先坐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好 卖香烟喽 先生,要不要香烟 你走开 许文强 你看起来像个读书人 其实你道貌安然 琳丽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指我爸的地气 对不起 陈汉玲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等你冷静了以后 我们再说 可以吗 冷静 你叫我冷静 我爸让你给逼死了 我妈现在要离开上海 你叫我冷静 是你 你怎么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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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我害死的 有勇处我说 阿丽 跟你没关系 他动手打赏你 给陈先生道歉 你来啊 再说一次 你来啊 跟你没关系 他动手打赏你 给陈先生道歉 陈先生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就你们这种人 动手打人那是正常的 不打人 那才不合乎常理 回去 回去 星辰道 我今天给诚哥面子 下次别让我看见你 别吓死来 就这次来啊 陈汉林 诚诚 你现在出去 事情只能更乱 诚诚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这些事情都是我做 跟我的兄弟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什么话 冲我来 这话是你说的 徐文强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们给我记住了 五花纱 五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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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跟九叔诉诉苦 咱爷俩说点心里话 九叔 您是个好寻补 真的 现在像你这样的好寻补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说心里话 我对你们寻补 没有什么好意义 汉玲 听你这么说 就是我心里惭愧 对 其实我一直在教育我的手下 作为一个寻补 那就要按照法律办事 替民众声张正义 九叔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当然 如果做一个寻补 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就别干这份差事 说实话 卖白菜也能养家糊口吗 汉玲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们家讨回公道的 谢谢 谢谢您教授 你是个好人 你过奖了 汉玲 我怎么听说 你父亲的那个厂子 是被法国人收购的 我不知道什么法国人不法国人的 我也不管 我只知道冯静遥 冯静遥 是他一直在逼我爸 我妈也是跟冯静遥 他的那个老走狗欠了血缘 卖掉的肠子 你说的那个老走狗 是不是冯静遥的大管家 那个叫祥叔的 就是那个老东西 我明白了 没事吧 演员 没事 方小姐 你去这么长时间 我和冯先生 都有一点不放心 谢谢杜邦先生的关系 我珍重女性 是我们法兰西明说的 美的 尤其像方小姐这样 漂亮的女性 说得好 杜邦先生是我的贵客 你替我陪她 你替我陪她一下 好 方小姐 你真的很漂亮 我想给你共进一杯螺合 杜邦先生 你是冯先生的贵客 我本应该替冯先生好好照顾你 但是真的很抱歉 我的头很疼 恐怕不能陪你喝这杯酒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我也相信 不久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你 失陪 你别拽我 我可是个淑女 走吧 月琴 我们家的事你都清楚了 一会儿该怎么做 你明白了吧 我敬礼而为 我早晚要讨回个公道 阿玲啊 你不会因此而怨恨成证吧 她可是无辜的 月琴 我跟你说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管这些事 你就听我的安排 帮我妈安抚好回苏州 听清楚了吗 少爷 来 妈 阿玲你跑到哪里去了 火车都要进站了 好 伯母好 这位是汪 汪月琪 妈 她是我北平的大学同学 我现在的女朋友 你未来的儿媳妇 哈林 你没有骗我吧 我没有替你提到过呀 伯母 哈林没骗你 我们前段时间刚从北平回来 都在忙着找事做 我们本来是想把事情安顿好了之后 再到府上去拜访您和伯父的 是啊 哈林大爸 好 妈 妈 你别哭了妈 家里的事我都知道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您要保重好身体 安心地回苏州老家 这边的事我会帮汉林料理的 还有什么好料理的 长子没了 汉林大爸也没了 我现在最不放弃的就是汉林 和他爸一样的卷 大非要留在上海 妈 妈 你别哭了 我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汉林的 再说 他现在已经在寻补房找到陈氏了 是啊 妈 是真的吗 汉林 是真的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不跟妈说呢 伯母 您就安心回苏州老家吧 怕林会没事的 这里一切都会好的 到时候我们一起到苏州去看您 好吗 郑家有你这样的媳妇 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可惜汉林他把开不见了 您别哭嘛 最后您哭我心里有苦受毒 嗯 汉林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加入寻补房 但是我觉得 许文强应该不是坏人 他不是坏人 但他至少不是个好人 他不是坏人 汉林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怎么那么让人不省心啊 我这刚陪你把父母送走了 我还答应他要好好的照顾你 你这要出什么乱子 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我恨许文强 他明明知道冯庆瑶要拿我们家第七 他就助纣为虐 他跟丁丽不一样 丁丽没有文化 什么都不懂 我不怪他 可许文强不是 就凭这一点 他就比丁丽坏一百倍 一千倍一万倍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好不好 想开一点吧 你认为我能做得到吗 那你说还能怎么办呀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现在伯母也走了 你就别让我老操心了 我不会放过这帮王八蛋的 我跟他们是杀父之仇 我不报仇 我枉作一个男人 哈利严严 我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我一定要帮你 春桃 不能台队 但离 鲁律出来 什么呀 多放开 快 快 你不是 我公囤了 要不要 否则是无 OS 到来了